哈囉大家好我是ZJ 今天呢這支影片其實比較不太一樣 今天我們沒有要開卡 假如說你有想要拍卡牌 或者是你現在已經在拍卡牌的相關的一些創作者的話 呃今天有點像是分享我平常是怎麼拍卡牌的 所使用的哪些器材 我覺得都還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真的是有收到蠻多的朋友在私訊我 就是說到底要怎麼拍卡牌比較好 假如說沒有一個人去跟你講說 我用什麼器材 然後我是怎麼拍的話 也許你永遠都不知道這個東西要怎麼架 然後這個東西要怎麼拍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支影片呢某種程度來說 也算是稍微 稍微一點就是小小小小的這個 前輩之姿 稍微的 欸來跟你分享一下 分享喔不是教學喔 是分 我現在用字都很小心有沒有 今天介紹的東西呢 雖然它是業配 可是都是半年以上的使用心得 所以基本上欸絕對準確好不好 都是蠻客觀的 該噴就噴 該吹就吹 就這麼簡單 OK 大概就這樣啦 這台電腦呢是由這個 喜天電腦贊助啊 買電腦找喜天這個應該是不用再多講了吧對不對 那其實電腦這種東西呢就是也坦白跟大家講 價格已經沒有辦法便宜到哪裡去了 基本上這個價格都滿死的 現在大家在賣電腦比較多的是售後服務啦 蠻多創作者之所以會跟喜天去購買電腦呢 當然某種程度來說也是因為 喜天電腦它的售後服務真的是做得非常讚 你只要有任何問題呢 基本上喜天電腦他們的團隊都可以蠻快速的第一時間處理 所以我真的是蠻推薦喜天電腦的啦 大家如果真的有電腦相關的需求的話 是真的可以稍微去查一下的 OK 好的再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相機有沒有 可以看到有沒有 我現在就在螢幕裡面 現在這台相機呢 這台啊使用的是這個A7R4啊 然後鏡頭使用的是35mm f1.4的鏡頭規格啊 它是Sony的G Master 然後這台相機呢 最主要就是拍一些比較有質感的 我自己本身的畫面 配有一個麥克風還有旁邊的一個燈 這個燈我等一下會做介紹 然後還配有一個Monitor這樣子有沒有 拍的其實非常的清楚 OK 然後再來呢就是這一台啊 這一台是A6400 應該算是蠻多創作者會使用的相機類型啊 那它現在拍的就是垂直的螢幕 就是拍比方說 我現在假如我要開箱這個的話 欸這個橫濱玉主 假如說我要開箱的話呢 我就是使用它 然後可以看到OBS裡面的畫面有沒有 它就已經直接是這個 垂直桌面的畫面了 那這個A6400呢 它上面所配的鏡頭 目前來講是 也是G Master的 這個2470mm f2.8 也是還不錯的鏡頭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 羅技的BR-IO的這個攝像頭有沒有 它是拍這個小畫面 有看到嗎 再來給大家看到的是這個 懸臂支架 我之所以能夠這麼完美的拍攝這個垂直畫面呢 都仰賴這個LINDY的懸臂支架 這個懸臂支架其實分為兩個部件 首先是大家所看到的這個 就是這個支臂有沒有 你可以直接查LINDY的這個編號40945 就可以直接查到了 OK 然後再來呢還有這個 這個質感的部分有沒有 一直連連連連連連連 連到這下面 連到這下面 有看到嗎 就是它是一個C型鉗 就是你可以直接夾在桌面上 它是可以讓你夾著的 然後一直延伸 然後連到這個攝影支架 然後就可以接到相機 大概是這種概念啦 然後剛剛那個C型的那個夾鉗質感呢 它本身是70公分高的 大家要注意喔 如果你要去LINDY買這個質感的話呢 一定要買70公分高的 編號是40693 你就搜尋LINDY40693 你就可以搜尋到這個 這個70公分高的支筆 為什麼一定要買70公分高的呢 因為這個垂直桌面的距離啊 到底有多長多遠非常的重要 你假如買45公分高的話一定會不夠 建議你買70公分的 不然你的鏡頭如果不夠拱的話 你就悲劇了好不好 然後再來呢是這個麥克風 Daily的VO7U 有沒有看到是它上面有個很炫炮的這個RGB燈有沒有 其實是USB麥克風 附有就是Type-C還有這個USB的兩種線材 也是像這種就是可以直接夾在桌面上的 相當好用 然後這個麥克風呢 它本身是動圈麥拉 它響應頻率是20到2萬赫茲 珍珠買下來也才差不多 6000有找 就是附有你兩條線 然後麥克風本身全臂質感 我覺得真的是CP值相當高啦 好啦現在要帶大家看到的是關於燈具的部分 那在這個燈具在介紹之前呢 其實要跟大家講 在拍卡牌相關的題材呢 最重點的就是千萬不要有頂光 什麼是頂光呢 這個就是頂光啊 你如果要拍卡牌相關的題材 無論你是有沒有裝卡套 卡片本身也是有亮面的 然後如果你裝卡套的話 它本身又是容易反光的材質 如果說你今天有一個上面那種頂光的話 我跟你講你卡牌拍不了 每個卡片都跟光一樣在那邊亮好不好 以下呢就是要來介紹一下 我自己打光的話 平常是怎麼打 我自己在打光呢 首先 我會先把上面的燈給關掉 我前面呢就有一個燈條 這個燈條呢 是這個愛圖市的 Amarine的PT2C全彩燈條喔 它是60公分長的 那正成集團呢 官網售價是8200塊錢 然後再來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超級長 我的鏡頭沒辦法容納 這個非常非常的長有沒有 這個是愛圖市Amarine的PT4C啊 本身有120公分長 真的是相當長 那這個售價呢 正成集團官網是13200 這一隻是這個T4C啊 它本身也是120公分高的 它的功能本身就比較受限啦 這Amarine的T4C呢 正成集團官網售價是8600元 太細節的功能我這邊就不太贅述了啦 這三支燈管對我而言幫助都很大 然後它們的亮度都很夠 像剛剛有介紹的那個PT2C跟PT4C 那兩隻是白色的有沒有 它們的這個CCT也就是K值呢 可以從2700K調整到10000K 真的是相當強 而且它們兩隻都是RGB全彩 而且有16種的燈光效果可以去玩 我覺得也是相當的讚 然後PT2C、PT4C 它們其實都差別只有在長度而已 但它們都可以支援PT快充 我是覺得這個泛用度其實還挺高的 然後後面那一支T2C有沒有 就是黑色的那一支啊 它其實差異在於它的CCT 其實能夠調校的範圍比較小 大概是2700K到7500K 可是我個人覺得這個範圍其實也是相當夠的好不好 然後它本身其實也有RGB全彩的 只是它沒有Type-C的供電 然後它是自己本身獨立供電的 但它附有一個就是有點像是 把手或者是行動電源之類的東西 可以直接讓你接上去 所以如果說你不在意這一點的話 它的價格本身其實 跟PT4C那個120公分白色的那個 價差快要到5000塊左右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不在乎這一點的話 你是可以考慮T4C就好 好的再來要介紹就是這個 這個真的是超級無敵好用 其實我想到這種能夠直接安裝在相機上面的 這個輔光燈已經很久 可是一直都沒有找到合適的 直到我遇到了這個愛讀氏的這個 愛不釋手 它是愛圖氏ALMC的全彩補光燈 然後MOMO呢 MOMO是賣3000元 原價是這個3400元 我是覺得相當推 那主要是我覺得 愛圖氏的這個ALMC的這個補光燈呢 它真的是非常的小巧輕便 真的是超級好用 我只能說超級好用 然後它的這個CCT可以從3200調整到6500 本身也是非常夠用了啦 然後最主要我覺得 因為它真的是太輕便 所以它本身其實附有這樣一個小包包 然後可以直接讓你去裝那個燈 你看 光是這個小包包在我手上就超級小的 好的各位 再來就是這個大東西了 這個已經是接近攝影棚燈等級了 這是愛圖氏LS60X的這個補光燈 真的是超好用 然後這個後面呢是它的面板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這個遮光罩 也是他們自己本身本家出的遮光罩 我覺得也是蠻好用的 智能聚光燈其實對我而言的幫助也真的是很大 因為它本身其實有聚光效果 然後如果你加上這種燈照 它本身其實就有點像是攝影棚那種棚燈 有了它之後 我左半邊的臉 完全就是被打出一個很柔和的光 就是彌補了我本身長相 並沒有到那麼好看的缺憾 所以我覺得這個燈真的是 我個人其實覺得其實蠻實用的 然後它本身的CCT 可以從2700K調整到6500K 我覺得也是相當夠好不好 雙色溫的 它本身也有九種燈效可以讓人做調整 60W我覺得在家裡使用已經相當夠了 光是開實況呢 誒 我覺得開實況你買一盞這個 完全就夠了 真的是超強 好啦那以上講的這五種燈呢 你都可以用這個Sidus Link的這個App 來進行操作 然後你就可以去把它批量 去調整它每一個的燈效 假如說我今天想要讓整間房間 都充滿那個RGB的燈效 對不對我們來試試 這個時候我選個派對好了 派對 然後這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 直接變成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現在有一個 大支的那個60W的燈 所以你可能會看到這個燈效 不太清楚對不對 沒關係 我可以用手機直接操作 把60W的燈給關掉 你可以看到關掉之後其實 房間裡面的那個 有沒有 RGB感其實更重了 你看現在是黃色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變 慢慢變橘紅 然後等一下會慢慢變藍色 有沒有 其實你都可以直接用手機操作 真的是相當的方便 所以我真的覺得愛圖式他們家的產品 就是有這個好處 就是其實 蠻多攝影棚 或者是比方說 無論是動態 或者是靜態 愛圖式的燈 愛美人的燈 其實都已經算是攝影棚裡面 算幾乎可以說是標配的產品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有燈光方面的需求 你躲完頂光之後 你還有其他打光的需求的話 我覺得你就直接買愛圖式 愛美人的燈就可以了 根本就不用看其他牌子的燈了好不好 真的是 直接 直接一台就搞定了 好啦 那介紹完 這個房間裡面的一些相關配備之後呢 可以來帶大家看一下 客廳 客廳其實我自己本身也弄得還不錯 Let's go 好啦 客廳的話其實主要就蠻單純的 最主要是之前有跟小竹拍過的這個 Epson的投影機有沒有 EHTW-6250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選我影片的右上角 就可以看到這個投影機的相關介紹 然後小竹會在我家跟我一起做運動 OK 那我自己本身擁有的主機呢 就是這一台PS5 然後還有旁邊的這個Switch 主要使用的主機呢 就是這兩台 應該很多家裡應該是客廳只有一台電視吧 或是客廳只有一台投影機之類的 那我這麼多裝置要匯留到同一個輸出的螢幕上面 我要怎麼做呢 你這時候就會需要一台這個 微視波HTMI 2.0 4K 60Hz 4x2 矩陣切換器帶音源分離專業版 它支援最高解析度到4K而且是60Hz 而且它的音源分離可以是數位光纖 或者是最常見的3.5mm的類比輸出 還有杜比視界HDR10 即使是高階電視也是完美適配啦 這台其實蠻便宜的 大概7000左右就可以買的到 雖然CP值非常非常的高好不好 那你基本上可以四台裝置一起進去 然後支援兩組的HDMI輸出 如果你今天是實況主 那也可以其中一個輸出給HDMI解取器 另外一個輸出給顯示器 超強超方便 我覺得現在來講4K的切換器 也不是說非常非常多選擇啦 那以我自己的配置來說呢 就是這個切換器搭配Lindy的線材 其實整個畫面都蠻穩定的 然後也不太會有什麼就是奇奇怪怪的事情發生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HDMI的這個線材呢 以及它的相關的一些產品有沒有 不穩定性其實算是蠻高的 你如果可以把這個穩定性拉起來的話 我覺得就已經算是還蠻不錯了好不好 這一支影片呢就是怎麼講 有點像是一個使用心得啦 確實是我在做卡牌相關的這個題材的這3年以來呢 真的是有太多人問過我類似的問題了 那我自己也其實一直都在嘗試說 到底要一個怎麼樣的搭配才會比較好 也許你可以參考一下這些設備 像我覺得如果以卡牌來說的話啦 最主要最主要這個玄幣支架應該是不能剩 然後假如說你今天又有燈光相關的一些需求的話呢 你也可以選擇愛圖式的 那假如說你今天有電腦方面的需求的話 你也可以去找洗天電腦 那假如說你今天需要麥克風 你需要開直播 你也可以同樣的使用Fady的麥克風 然後假如說你今天是實況主 你也同樣可以使用就是威視波的矩陣的那個分離切換器 我覺得也是蠻好用的 以上推薦的這些器材呢 都蠻推薦給大家的 那相機的選擇我覺得也是一門學問 也許以後我可以專門開一集影片來跟大家講解 如何挑選適合你使用的相機 我覺得也是還不錯好不好 大概就這樣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不要忘記點選小鈴鐺 也歡迎到我的Facebook的專頁按讚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